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香港大埔發生了一宗性侵案件, 一名13歲女童在親戚家過夜期間兩次被怡長摸下看侵犯, 父母知道後好生氣,叫這個人做人渣。 去到14日凌晨,報警尋求協助, 警方接案後拘捕一名涉案的26歲長, 女童去了醫院檢查, 事後說害怕到陣,亦接受了心理輔導。 根據香港警方回覆說, 大埔警區在15日接到一名35歲女子報案, 就說家中13歲女子在3月與6月分別在上水與大埔遭到一名男性親屬非禮, 警員經過初步調查後, 同一日就在大埔區拘捕了一名26歲本地男子涉嫌非禮, 這名男子現在在扣留調查, 單案仍然有待調查。 根據香港01那邊的報道, 她就說, 這個女童的爸爸, 他老婆有兩個妹妹, 女兒與細姨的關係很好, 整天都去她家玩同謀宿, 去到3月51日女兒去到細姨家玩。 當晚大約11點, 女兒洗澡後面准备睡, 抑掌叫女童坐好, 說將他搞一些事。 豁不知, 這個抑掌竟然伸手入女童底褲中摸她下面的10幾分鐘, 時後女童亦未有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, 去到上個星期四、九號, 這名女童再次去到細衣家過夜, 凌晨大約五時, 這名女童在睡墓旁驚醒, 覺得有東西在摸下邊, 發現疑長在自己身邊再次在做瘦行、禽獸行為。 之後離開房間, 女童事後打給同學說這件事, 去到夜晚再跟媽媽說回被侵犯的經過, 透露自己的下體感到不惜。 她媽媽跟細衣知道後就說崩潰大哭, 隔幾天才夠膽跟她老爸說。 她老爸知道後決定大意滅親, 在星期二十四日報警, 帶女童去大埔醫院驗傷, 同時現在留意著, 亦需要見社工心理醫生, 去評估有關的狀況。 女童父親亦透露, 現在女童讀中一, 性格算是沉默寡言。 她事發後亦是驚到震, 向父母要求, 不想再見到疑長。 她希望女童不會因為這件事, 留下陰影。 女童父親說世儀長是人渣, 說她在美國回立報稱在美國當兵, 平時跟家人相處無問題, 亦是跟她老婆有個四個月大的兒子, 現在就在直銷公司做銷售員。 女童父親就在益術。 這個人渣之前曾經跟另一位女性家人提出一個婚外情要求, 當時家人以為她說笑, 現在回想起才發現她的人格是極度有問題的。 好了,這件案件就看來這裏。 這些人其實都真是心理有問題變態。 這麼小的小女女還要是自己親戚都下手。 還之前跟自己家其他女人提出婚外情要求, 你吃、偷吃、你想搞搞鎮也不要在自己家附近搞啦, 是不是神經病的。 這些人真是要重判她。 你不重判她的話,她下節只會繼續再犯案。 因為這些人肯定你判得她不重的話, 她就知道原來這樣犯案是沒什麼事的, 判這麼輕的, 只會令她對法律方面更加有認知, 就知道怎樣犯案是沒人搞到她的, 所以這些案件一定一定是要總判的。 你想下,一個13歲的小朋友被你這樣搞完, 現在你上學都沒得回, 在醫院做檢查和做心理輔導, 你那些同學會不知什麼事嗎? 她是打電話跟自己同學講的, 你也知道啦,小朋友一定厚多的啦, 講了出去,整間學校都知道啦, 肯定又要轉學校啦,你那樣搞一搞, 影響完別人後面幾年, 影響完別人心理狀況, 這些只是人渣來的, 還要是自己親戚。 自己家裏也有個小朋友有個BB在, 這樣都樂得手去搞別人的女兒的? 即是說,如果今次這個小朋友, 她是沒跟自己家人說的話, 我相信之後她只會是變本加厲的。 希望今次也判出來重判這傢伙啦。 好了,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